马英九向来是以运动达人健康的形象示人 现在他有空了 不知道由他接下来要挑战这一项运动的话 他能够做多久 马英九这么fit 随随便便也可以做上两到三分钟 应该不是问题 其实我们说的这项运动就叫做平板支撑 是一种锻炼肌肉核心肌肉群的好方法 动作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 只要这个腹握 两个手肘弯曲支撑在地面上 双脚踩地身体离开地面 伸直身体那就行了 听起来是很容易的 平板支撑的那个关键就是在于你能够撑多久 我坦白告诉大家 一分半钟是我目前的极限 太难了 真的是要好好的锻炼 你知道现在的世界纪录是多少吗 怎么样 是八小时零一分 而且创造纪录的人年纪也不小了 今年已经是44岁了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马上去看一看到底是谁有这一般能耐 能做平板支撑 坐上好几个小时的人 肯定不是一般人 看这位大叔虽然年纪不小 但一身的肌肉线条分明 他就是平板支撑原纪录保持人 来自美国的乔治胡德 14号的这一天 来自中国北京市公安局特警部队的毛卫东 向胡德发起挑战 平板支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因为他能加强人体身上最大的核心肌肉群 有效的治理下背疼痛 而且还有助于雕塑腰部 腹部和臀部线条 中国的不老传说 刘晓庆就是个平板支撑达人 经常一边做平板支撑 一边阅读剧本的他 就是靠这个秘密武器来维持 好身段 做平板支撑要撑上好几个小时 这考验的不只是肌肉的力量 更多的程度上还要看双方的意志力 你看胡德一连表情僵硬痛苦 就知道他身心是多么的煎熬 胡德之前的世界记录是5小时15分15秒 现在双方的比拼已经进入第6个小时 大家都突破了原有记录 哎呀呀 胡德撑不下去了 现在就看毛卫东还能把记录提升到什么境界 8小时01分 看毛卫东神情轻松 异地汗都没有 还有能力来几下扶地挺身 哎呀 实在是扶了他过人的体能啊 创下世界记录的毛卫东在隔天和胡德 一起见证500人一起做平板支撑的壮观场面 两个强人无形中就当上了这项运动的推广大使